歡迎收看汽車世界 我想對於保時捷喜愛他們的車迷來講 保時捷進入了純電的市場 我不知道大家的想法是怎麼樣 可是至少對於我來說 我自己是還滿興奮的 因為我們總是期待 這一間從過往以跑車為經典 象徵的一個車廠呢 它究竟會做出什麼樣子的產品 那答案已經很明確了 也就是我身旁的這一台台康 其實這一次台康呢 以純電跑車的姿態問世 我們今天所試駕的是 是TICON 4S車型 它的建議售價是473萬元 但是今天的這台車呢 它選配了293萬元的選配套件 所以它的總車價是已經突破了700萬元 我們先來看一下它外觀上面的設計 其實就如同保時捷旗下的跑車一樣 它擁有非常流線的外觀 你可以發現它的車頭很長 同時整合了一些引擎蓋的折線 讓它看起來確實是非常的帥性 另外在兩邊的頭燈組呢 它們升級為 矩陣式的保時捷LED照明管理系統 這一套系統 因為它是採用了矩陣式的LED頭燈 所以它可以適應不同的道路 不同的行駛狀況 來做光型的變化 而且你可以發現它擁有的是 4.4的LED日行燈設計 我們再往前面看一下 保險桿整體來說呢 其實也還滿流線的 下面使用了黑色的塗裝 而前面也有一些偵測雷達 來做為你安全輔助駕駛的一個準備 另外在頭燈的兩旁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深深的淚溝 其實它這邊是有做挖空的 所以對於整個空力的效應來說呢 我想它是會有一些幫助的 好的當然對於置物空間呢 其實他們也有做了一些準備 由於它是存電的車款 所以它前面不需要安放它的引擎 前面這邊是可以打開的 另外裡面還有一個基礎 81公升容量的置物空間 說真的它基本上就是可以 讓你擺進一個登機箱這樣子的大小 我們從側面來端詳一下 其實TICON它的基本車長 是超過了4900mm 所以它是一個將近5米的車長 另外在軸距的部分呢 則是來到了2900mm 所以這台車它真的是非常的長 但是它的高度實際上並不高 所以我相信在風阻係數上面 他們應該也有一定程度的展演 另外呢在整個配備上面 今天的這台車呢它選配上了 高光澤黑色套件 所以你可以發現它的窗框 使用的是亮黑色的材質 另外呢在側邊這邊這個左式 也是使用了亮黑色的塗裝 當然我們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 Electric的字樣 另外呢最下方有做一個側裙 上面有一些空力套件 而且也使用了不同的材質來做打造 當然在今天的4S車款上面呢 其實它原本標配的是19吋的鋁圈 但是原廠把它選配上了21吋的鋁圈 上面的材質呢也使用了一些碳纖維來做打造 配帶規格前26535ZR21 而後方呢則是30530ZR21 好的接著我們來看一下車尾 由於它的車高真的是不高 所以站在車尾的時候 你在它車頂的樣貌呢 你可以完全的一覽無遺 車尾呢 TICON 4S幾個字樣就把它擺在中間 而且如果你往燈組裡面看的話 你可以看到保時捷品牌的字樣呢 不偏不移的就鑲嵌在這個車尾的正中央 看起來確實是非常的有質感 尾燈組呢全LED的配置這個是不用懷疑的 另外它也拉了一條線直接貫穿車尾 我覺得它的車尾辨識性應該是非常的明顯 而上面呢有一個主動式的尾翼 在你車速不一樣的時候 它會來做主動式的開啟之外呢 在下方你可以看到很多不同材質 來做打造的一個厚薄顯感 而且它選配了黑色高光澤的配備 所以在下方呢 也有一些採用亮黑色來塗裝的一些飾板 至於在行李箱的部分呢 我們透過這邊這個按鍵 很多人可能找不到在哪 在這邊其實還蠻明顯的 打開來之後呢裡面是有406公升的基礎容量 當然你也可以透過後座椅背的分離傾倒來做擴充 不過由於它的車身真的是非常的低 所以這個坎啊 高度真的蠻低的 大家要放東西的時候 挑一些長的不高的東西 你比較容易放得進去 好的我們來看到內裝 我認為啊其實它的內裝風格 跟寶石街其他車系都是非常類似的 但是它加入了一些巧思 再來就是在質感的維持 還有在科技感的搭配上面呢 的確有一個新世代的感覺 我們先講一下科技感 首先呢如果你今天買了一台台抬抗 你什麼都不選配的話 你應該會得到三個螢幕 儀表板16.8吋的大螢幕 中間這邊呢還有一個8.4吋的螢幕 而下方呢搭載了寶石街通訊管理系統的10.9吋的螢幕 可以讓你來做操作 那當然在乘客做的這個部分呢 這個螢幕則是選配而來的 這邊中間的這個螢幕呢 除了可以調整它的空調和高低之外呢 它有一個區域是讓你做觸控 來做功能的切換 因為如果我們這樣點的話 其實是有一點遠的 所以透過下面的這個切換按鈕呢 你可以去選擇比如說它的導航啊 它的輔助功能啊 以及零零種種的車輛設定 都可以在這邊來做操作 再來呢其實在質感的部分 因為它有選配上一些套件 以及在材質 例如像我們現在看到的木紋啊 一些皮質啊 甚至是一些飾板 但是我覺得它基本上來說呢 它的品質還是算是有在標準之上的 方向盤採用的是三幅式的 左右邊呢都有一些快捷鍵 我覺得比較重要的是在於這邊這個 這個旋鈕你可以快速的來操作 總共有五種的操架模式 後面當然沒有換檔撥片 因為它已經是純電的設定了 如果你今天有選擇ACC的話 你在這邊會有一個撥桿 可以讓你來做操作 而燈組與舉舉說 當然不用講 它都是採用了自動感應的功能 可是有一個玄機是在於 你在儀表板側邊看到的這個燈的字樣 它實際上是可以來做按的 你來切換燈組 切換你現在的頭燈的照射的話 你可以利用這邊 還有霧燈組也是在這邊 而右方這邊有幾個按鍵啊 你的氣壓懸吊 你的懸吊的阻尼設定 你的ESB的開關都在這邊 那當然中間的這個液晶儀表板呢 它可以讓你來做自定義的顯示資訊 這個我就不多講了 座椅呢 我覺得它的包覆性其實還算是不錯 而且支撐性的確是非常的好 標配的是8項的電動調整座椅 包含了窗前座椅 可是今天這台車呢 它選配上了14項的電動調整座椅 所以你可以做更多的自定義 而這邊這個啊 它是它的排檔桿 其實你只要註冊的時候 你按下這個P 它包含了它的手搭車 它都會幫你全部處理好 但是如果你今天要做行駛的時候 往下是D 往上是R 中間呢 則是它的N檔 當然它也有引擎 應該說引擎嗎 馬達的自動起閉的功能 你只要透過一個按鍵 像我現在常按住這個按鍵 它就來做 我覺得它比較像是關機啊 再按一下 你就可以把這台車給打開了 OK 然後中間這邊有兩個置杯架 打開之後 扶手並不大喔 裡面有兩個Type-C的插孔 以及一個12V的電源插孔 我覺得比較可惜的是 它還沒有USB Type-A的插孔 現在全部都換成Type-C的插孔 所以轉接線一定要準備好 下方呢 有一個不大的置物空間 而且它這邊是平的 所以如果你放一些 可能會懷疑的物品的話 你要小心一點 另外呢 其實我覺得比較可惜的是 它沒有標配無線充電板 所以要充電的話 你一定得靠線來做連接了 而上方的全景玻璃車頂的 也是選配而來 好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後座空間 跟我預期的差不多啊 其實它的後座空間的乘坐感覺 跟Panamera是差不多的 軸距達到了2900mm 前面調整成我的標準座子 身高173公分 有兩個拳頭以上 表現得還不錯 至於頭部空間我比較在意的 哇 會比較局粗一點 我如果挺的比較直的話 大概就是一個拳頭的距離 所以如果你身高比較高的話 其實你坐在後座 你可能會覺得 在頭部上面呢 有一些局處 我們來看一下配備好了 事實上啊 後面是有出風口 但是並沒有第三區的核溫空調 而在後座的USB孔呢 則是位於這個地方 大家可能要稍微 細心的去觀察一下 另外這台是它選配了 2加1後座的套件 所以中間這邊是可以坐冷的 另外在質感的部分 我覺得表現得都跟前座非常的類似 有一個中央扶手 打開來之後有兩個置背架 我覺得每每每開到一台純電車啊 你都會有不同的想法出來 因為呢 它跟過去我們所認知那樣子 燃油引擎 它所輸出的方式 它所驅動的方式 其實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我覺得啊 寶石街在台康這個產品上面的打造 應該算是盡心盡力了 至少就成果來講 就我開起來的感受來講 我認為它是成功的 它其實跟過往我們所接觸到的 例如Tesla啊 例如EQC啊 有一些不一樣 因為它可能更接近 過去燃油引擎所帶來的一些駕駛的感受 加上它底盤的控制系統等等呢 我覺得它確實是一台非常好開的車 當你要它表現得很運動化的時候呢 它可以達到 但是如果我們今天 單純就舒適取向來講的話 它其實也確實是一台非常舒服的車子 TICON 4S呢 它的基本的動力輸出 會落在最大馬力是570EP 而瘋子牛力很誇張來到了66.3公斤米 那在FOX的規格上面 其實它的最大續航里程 可以達到463公里 那其實這台車它是有配變速箱的 在後軸的部分 它有一個兩段的變速系統來做驅動 那在前軸呢 則是單速的配置 而且今天的這台試駕車呢 它選配上的扭力分導系統的升級控制系統 另外還有PTCC的底盤動態的控制系統 所以其實它把它塑造的是非常完整的 搭配上非常大動力的輸出呢 其實它可以在4秒鐘之內完成0到100的加速 而且我覺得電動車最讓人吃迷的一個部分 是在於它在加速的時候 那個扭力隨傳隨到的感覺 讓人覺得還滿興奮的 另外呢其實它在起步的時候 它並不會有過往電動車那種 一次給你太多的感覺 我覺得它是採用一個比較循序漸進的感覺 所以這個也是為何我說它比較接近 過往燃油引擎拉轉的那種感受 那當然在這台車上面呢 它也擁有了動能回充的功能 而且我覺得保持鞋在這個部分呢 他們做了非常高效的配置 例如我們現在在Normal模式之下 當你把油門放開的時候 它跟一般的車子沒有什麼差別 它就是會往前來做滑行 但是我們今天如果把模式放到Sport模式 好我們把油門放開 你就可以看到它的動能回充系統 目前正在回收它的動能 所以呢其實在Sport以及Sport Plus模式之下呢 當你油門放開的時候 你會比較得到一個接近於引擎煞車的感覺 這個是它動能回收系統的一個運作方式 那另外呢由於這台車它是四輪傳動 它在前後軸都有配備電動馬達 所以呢其實在Normal模式之下 我發覺它會以穩定性為一個優先 因為你可以看到它整個扭力的分導呢 在前後輪都會來做一些持續的分配 但是如果今天你把模式放到Sport模式 它就會比較以後輪來做驅動 得到一個比較接近於後輪驅動的效果 當然在樂趣的表現上面呢 你也會得到一個比較有樂趣的駕乘體驗 OK我們現在把模式放在Sport模式 你可以感覺它的加速真的是非常的及時 但是在加速的過程之中呢 他們也採取了一個比較緩一點的進程 意思就是說呢 它比較會讓你感受到過往燃油車那樣加速的效果 但是我必須還是要說它整個動力的輸出 以及它使用電動來做驅動的方式 它可以讓你在踩油門的內剎那呢 就立刻感受到它最大扭力的油線 這個是電動車的一個優勢 這個也是大家必須要去習慣的一個東西 然後我們現在再把模式放到Sport Plus模式 它的一個跑車聽覺得回饋的響驗就出來了 因為它是有模擬的效果 這個加速你要非常的小心 搭配上前六後四的火塞卡鉗 其實我覺得它的煞車還是夠用的 由於這台車它車重是已經超過了2.2公噸 但是實際上它讓你開起來的感覺 你不會覺得它是非常重的一台車子 反而在一些彎道的控制上面呢 它的動態是很穩定的 甚至有一點緊緊黏在路面上的感覺 這個就是專門做跑車的車廠可以做得出來的事情 即便今天把動力核心換成了存電的方式 但是就底盤的控制 就整個車身動態的控制呢 它們依舊把它維持在一個很好的範圍 讓每個人開到這台車的時候 你還是會覺得它是一台很好開的車 而且不要忘記它的軸距其實已經來到2900mm 所以它絕對是一台很大很長的車子 那在懸吊系統的部分呢 其實它採用了前雙AB後多連桿的系統 而且它配備上的氣壓懸吊 另外呢針對避震器的阻尼 你也可以單獨的來做調控 所以在不同模式之下呢 你其實可以得到一個不同的車高 以及不同的避震器的阻尼的調整 老實說我覺得在動物模式之下呢 它就是穿過水溫的感覺 它把整個車輛平穩性維持得非常的好 即便你今天遇到比較大的坑洞 可是你會發現你的車身還是保持得非常平穩的狀態 而在Sport以及Sport Plus模式之下呢 它的車高不只會降低 它也會針對你的避震器的阻尼來做調整 但實際上我現在放在Sport Plus模式之下呢 我會覺得它避震器的阻尼依舊是非常的舒服 雖然它的回饋感變強烈了 但是它定位的速度快之外呢 它還是把車身的平穩性維持得非常的好 所以我覺得其實在4S這台車上面呢 它依舊是走一個比較舒適化的取向 但是如果你今天想要做一些 比較快一點的動態的效果的話 你的車身的慣性的板儀啊 以及在側傾的控制啊 這些東西等等呢 都是由跑時節所出頻的 而且確實它的效果也是非常的成功 好我覺得在Sport Plus模式之下呢 那個感覺是非常的對味的 因為它確實有展現出一些 可以讓你在激烈操駕的時候 所應付的動態的效果 特別是你在過彎的時候 你其實可以感受得到 它的車輪是緊緊的貼在地面上面的 所以它開起來確實還是蠻過癮 配合它非常快的一個加速的表現 即便它的車重這麼重 可是我覺得它的車身真的是 完全可以讓你來做掌控的 好我覺得其實Tai Con這台車啦 由於它是電動車 所以它在噪音上面的抑制呢 因為沒有了引擎 所以基本上你能聽到的 就是一些電動馬達所在運作的聲音 如果你喜歡開車 我相信你開到這台車的時候 你應該不會有什麼遲疑 你會覺得它非常的好開 而如果你今天呢 是一個高科技迷的話 當然它身上所加註的一些科技 也確實能夠讓你感受得到 保時節在這個部分的用心 那當然它可以選配的東西很多 例如後左轉向也可以選配 那今天的這台車我剛剛提到的PTCC 還有它的扭力分導系統的升級版 另外還有大大小小的一些配備 那我覺得如果你今天如果是真的很要求 抄架的人 我們今天這台車上面呢 跑車技術化的套件啊 PTCC啊 扭力分導系統啊 這些東西 你全部都可以來做選配之外呢 也許你可能會想要選擇Turbo的車型 那對於我們來說呢 其實今天的FORCE 我覺得它算是在舒適 還有在動力的操控上面呢 達到了一個很好的平衡 為什麼說很好的平衡呢 因為即便是今天你把它擺在 比較強硬的一個模式之下來做操作呢 它的舒適感依舊是非常的棒 這個是我們今天對於台康的一些 基本的想法 未來呢 如果有Turbo車型可以來做試駕的話 我們也想要好好的來試試看 究竟在不同的配置之下呢 台康這台車可以為我們帶來 什麼驚奇的效果 我是立儀 我們今天的介紹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頻道的話 訂閱 按讚 分享 留言 而且小鈴鐺一定要記得打開 我們會持續為大家帶來更多的私家報導 掰掰 我們會看到我們 我們會不會看 我們會見到我們 各個個小時 我們會看到我們